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会继续上升趋势吗 好的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 西班牙对外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协家夏乐先生 夏先生早好 主持人好 我们看到美联储虽然是承认了本轮加息周期 已经结束了 但是没有确认什么时候会降息 而显然美联储还在耐心等待 数据进一步验证通胀的一个回落 另外除了降息 美联储政策的转向的一个关键 还包括何时会停止这个缩表 而目前市场普遍是预测 三月保持利率不变的大概率 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而年中第一次降息的概率会比较大 届时市场可能会发生哪一些的变化呢 您觉得一旦是降息周期开启的话 会是一个长周期吗 现在看来美联储在短期的降息可能性 应该说是大大降低了 主要还是由于目前我们看到的 无论从通胀的数字 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经济的数字 应该说表现的比想象的要更强劲 这样它就没办法提前的进行这样降息的活动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无论如何 它的这种利息应该是已经见顶 那么未来什么时候 第一次这个降息 应该说在年中 应该很大机会可以实现 不过鉴于目前现在的整个的经济情况 包括通胀 包括实体经济 也包括它在金融市场方面的这种 金融稳定性的这些表现 那么可能降息是一个稍稍比较拉长的过程 原因就是在于我们看到它在升息的时候 大概18个月之内就从零升到了五以上 这样的一个水平 但是降息现在如果年终第一次 那么今年可能最多也就是三次到四次 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么明年会怎么样 到时候通胀 如果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 我们说比较高的水平 原因现在要跟它的合一2% 这样通胀水平比 如果到明年 它的通胀还是相对比较高 高于2%这样的一个水平 然后它的经济没有出现其他的问题 这个时候 那么它可能降息的幅度 就会更慢下来 所以整体来讲 就是说这次的确美联储 它的整个货币政策的操作 应该说是上山是非常非常快 但是下山可能会有一个相对长期的表现 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可能会让它加速降息 那么就是所谓的金融的不稳定性 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 好像地区性银行 也包括美国的大银行 说是本身它的商业地产 这个商业地产的这种风险暴露比较高 但是从整体来讲 整个的美国这个银行业来讲 可能这个问题还不适当地突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的确 这次降息应该说是会又慢又长 这个加息是大起 但是减息就未必大落了 而且比较确定的就是这个美元加息 这个美国的加息到顶的预期 其实是逐步的一个强化了 而美元指数几乎是回吐了 今年以来的一个涨幅了 亚洲货币大幅的一个反弹 而中国在前期推出了一系列 稳经济措施之后呢 经济数据其实也处于一个 逐步改善之中 而美元诸多利好的因素 逐步形成了一个合力 然后看到这个境内外 及其汇率的月初以来的 一个明显的上升之后呢 看到这个中间价 也终于在打破了一个前期的一个平静 小幅的一个调升 而吹响了一种这个升值的好角 那后期人民币的走势 还会延续目前的一个风格吗 您会怎么来看待美元 和人民币的一个走势的前景呢 我们在过去看到的是美元 它的这个利率 和其他国家的利率之间的 这种利差很大的程度上 解释了2023年 所有国家货币的这些表现 那么我想对于人民币 应该说也不例外 大家看到去年 那么人民币其实跌了很多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由于人民币 它还是执行着相对放松的货币政策 而在去年呢 美国的这个利率 基本上是一个不断紧缩的状态 那么看到今年 我想一方面呢 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美元 它不会像过去一样那么强 原因大家在预期它在降息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其实我们央行 也在通过降息这样的 还有注入更多的市场流动性 通过这样的手段呢 来刺激经济 那么我们在过去的二月份 既看到了降准 也看到了降息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 可能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这种利差 在今年会出现一个波动 就是不单单是一个单向的变化 只是美国在降息 那么有时候呢 中国也在降息 有时候可能利差会大一点 有时候利差会小一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人民币的这种汇率 应该也呈现一个双向的这样的波动 那么到年底 可能是比现在的水平 有一些微弱的升值 但是我们的预期呢 认为这个升值也不会太大幅 大概是2%多一点 比照现在的水平 也就是说人民币在年底 很大机会会回到7% 对美元回到7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个主要还是由于双边的 这样的这个利率变化来驱动的 至于其他方面 比如说有些人在讲说 中国的经济 那么如果要是表现得非常好 那么它可能也会提振人民币 的确这个我们是同意的 但是从整体上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表现 今年要想出现一个特别超预期 特别强的这样的表现 也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呢 可能主要还是利率决定 他们之间的这个汇率 稳中求进 好了 最近也是看到 这个A股和港股 有一个回暖的气氛 就是让这个投资者 是松了一口气了 A股上的指数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节节攀升 今天一度也是占上了 3000点的这样一个大关了 而港股呢 横指也是这样久违的 16800点 是慢慢的挺进当中 那您觉得这一轮上涨的 这个源头动力是什么呢 去年底我们看到 其实中央政府也出台过很多 一轮又一轮的利好的措施 但这个效果并不明显 为什么这一次会出现 比较明显的反弹了 而这个动力 您觉得能不能够维持下去呢 我觉得现在看到A股的表现 的确比照之前有一个 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么也是在这里恭喜 A股的投资者 大家郁闷了 应该说是很久的一段时间 如果说到背后的原因的话 那么显然中央对于股市 是很重视的 那么刚才您也讲过 就是整个的在股市不好的过程中 其实主要是开年以来 整个的大家是在不断的 出这种政策的支持 只不过在春节之前 这样的政策支持 看着可能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最近呢 我们看到这个效果开始显现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连续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特别是也的确 特别在这个春节之前 发了一些大招 比如说这个政典会 主席的这样的调整 那么新主席上来之后 有一些新的想法 可能也是被市场比较认可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应该说股市有一定的稳定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里边股市的稳定 还有一个公布不可没的 就是在春节期间 那么整个中国的这个消费 表现得非常好 因为我总是觉得 之前股市表现得不好 是跟大家对于未来经济前景的 悲观预期有着非常强烈的这种联系的 那么在春节期间 整个中国的这个消费 我看到有一些数字 甚至比2019年还要高近20% 那么说明整个的经济复苏 整个的经济回复 还是有一定的 这样非常好的这个趋向的 而且呢在政策方面 那么央行也不像之前那样 畏首畏尾啊 现在是无论是在这个降低准备金 还是在降低利率方面 应该说都做的比较坚决 这些给大家一个很强的信心 那么A股啊 真的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反弹 至于能不能持续 恐怕还要 今年还是一个宏观式 还要看真正的中国的经济 到底会怎么样 只要中国的经济能够稳定下来 那么就会给股市的持续增长 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当然也要需要其他的配套措施进来了 而且现在有一些 比如说限制券商 限制基金这个 静卖出股票 也应该说我们认为是这个 暂时性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么未来呢 早晚要正常化的 到时候看看中国的股市 能不能承受得住 这样的一些操作 本轮的上涨 确实也是有一定的周期性 跟春节的这个强劲的消费 也是有关的 还有呢 刚才夏老师也是提到 可能基本面也在慢慢的回转 但是还是要看整个宏观的数据 跟经济了 另外呢 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 亚洲股市呢 也是非常的好 除了中港股市之外 日本股市呢 是跟谁的美股啊 是一路的这个攀升 而现在呢 我们看到它的一些数据 也是蛮好的 比如说出口是大幅的回暖 一月份的大幅就增长了 百分之十一点九 创出了一年来的新高 而前值看到是百分之九点八 传达出一种经济的一个 积极的信号 而在股市方面 昨天也是看到 它在下午的时候 这个日经指数啊 一举是突破了历史最高的点位 而今年前两个月 已经是累积涨幅有百分之十五 而日本经济 是不是真的要重返这个繁荣呢 而失去的二十年迷失啊 现在要开始追回来了吗 有没有哪些隐忧 需要投资者来要警惕呢 我觉得从经济方面来讲的话 那么日本去年经济表现 的确是创出很长时间以来 非常好的表现 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就 从此无忧了 我个人觉得它可能还是面临 很大的挑战 比如说它最引以为豪的 这些这个汽车行业 现在就受到了中国 以及其他国家的这些 新能源车的严重的这种冲击 但是说回股市 我反倒认为 短期内日本的这个股市 它还能够这个持续 原因就是整个来讲的话 现在是处于一个 叫良性的循环 不断的有钱涌入 把股市推向更高 然后有一些 很多年没有讲的 比较好的故事 那么让这个日本的股市 不断向上 但是从经济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大家还是需要 看得更远一点 看得更长一点 因为从日本这一方 这个我们观察这么多年 你说如果有一个 非常实质性的 现在说跟之前 有一个非常实际性的 这种正面的变化 我认为是没有那么多的 它是潜在的变化 一直在持续 然后现在大家国际的投资者 开始注意到它 我觉得日本的故事 更像是一个 大家突然发现了 这样的一个灰姑娘的故事 所以股市可能更看好 但是对于经济 我想我们还需要 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 其实看到这个日本 在实行一个负利率的情况之下 日元还是有一个 就是比较 对美元的时候 也是比较的一个低迷的情况之下 但是整体的经济股市 还是节节的攀升 想请教一下夏老师 对于日元的 这个整个会议的走势 未来呢 还会不会有个贬值的 这个压力呢 还是说还是会有一个 比较平稳的一个发展 我认为应该会有一些反弹 从日元的角度来讲 毕竟美国要开始降息 那么日本现在它讨论的是说 它要什么时候开始放弃 这种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然最近看到一些GDP的数字 发现日本的这种经济 还是表现不是非常稳定 所以现在大家又有更多的疑问 如果想到说 那么日元过去的这种表现 主要还是由于 它跟美国的这个利差过大 所以现在贬到了150 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么未来呢 我想日本这边在讨论升息 而美国在降息 随着美日之间 它的这种利差在减小 那么会对日元 我想应该说是 有一个相当好的这样的支撑 但是问题就在于 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么大家都说日本的故事 都认为说日本 一下子就非常非常好了 但是它其实存在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挑战 它现在的这个通胀 是不是一下走出了 这种30年的这种通缩的情况 我们认为可能颜值过早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非常小心的 是要部署日本股市的投资朋友 等会要审慎一些了 好的 非常感谢谢雅老师 这一时段的点评 今天财经点评也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时间 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